在威脅中東安全 其實以色列很多核武是沒有說的 徹利也很坦白說話語 如果以色列有足夠理由相信 伊朗擁有顯著核武實力 以色列可以考慮先行動 然後讓全世界憂心一下如何清理外交聯絡 所以現在有很多傳聞 現在都傳說以色列根本現在是 因為他覺得歐巴馬軟弱 歐巴馬其實是不想開戰 因為美國已經太多戰線了 以色列已經不用再聽你說 雖然美國是以色列的金主 但現在以色列是越來越惡 根本慢慢不需要聽美國說 已經在醞釀打 首先是打伊朗的核設施 所以未來這幾年的世界都很獨當 所以都不需要它炒掉很久 炒掉很久 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有一場戰爭 是不是 我覺得伊朗那裡 伊朗那裡其實是一個很值得關注 因為他們的貨幣貶值了四成 隨時真的會很吵 你一經濟 譬如伊朗人 搞到他們現在是貨幣戰爭 對伊朗來說就是採取貨幣戰爭 是吧 他們一去到一個臨界點 也很容易引迷 我覺得我們可以做到 其實真的對我們要求 因為中方那麼危險 可以要求整個中方無核化 包括伊斯堅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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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敘利亞的內戰燒對土耳其和一樣 這也是很危險 其實敘利亞的幾個問題 因為隨時也是變成一個中方大戰 因為中方戰爭 另一場中方戰爭 在電影節的陳迷 唯一看過上次在匯豐一組場那套 關於演 很多人想分享和交流一下 即是已經看完的了嗎 播了很久 播了一次 之前交了 Occupation 因為我們有很多 上次就是講Kibus 他們也有賣過 就是要安排出以色列人的反對 即是以色列人的反對 反對以色列人的政策 那些參與的情況 去面對那些可能 直接的打擊 其實我也想提 因為剛才兩位都提到很多背景 即是一些政治和經濟的反對 即是一些 你見到一些當地的組織 但是似乎 可能是缺乏一個對於在庭的人的問題 會不會是以色列人 或者巴克斯坦人 一些再具體一點的障礙 或者他們真是每一天都生活成敗 但是張曉農提到那件事 在酒店遇到那個 上大學的學生 即是 上學要犯了一個月名 即是對我們有一個非常 本來是很疼的 譬如說 你可能15分鐘已經回到學校 如果沒有出口 但是你現在變了要搖身後 還有現在隔離牆 左隔了很有趣 隔離牆是很荒謬的一件事 譬如說 巴克斯坦人是一個大家庭 他們很喜歡聚在一起住幾代同堂 有些表在一起 本來是很疼的 你探望我 我探望你 突然間他們在隔離牆 一將他們中間分隔了 難以斬斷 變成本來他們很疼的 每一天都有很多往來 突然間斬斷了 一斬斷了 其實隔離牆很長很長 如果對面真的要繞過一個 哇 本來真的一個馬路就是 所以就可能要一個多小時才有一個地方繞過去 那些學生 影響了學生上學 那些以色列和民族的人曾經試過 就是說 拖著 即是說你左 即是當時那個隔離牆 即不是一夜之間起到這麼高 起到半老他們是拖著那些小孩 過去巴黎斯坦拖著那些小孩 是衝過那個隔離牆 因為它還沒起好的時候 有些桌坡 那樣就去 即是作為一個抗議的姿態 那還有就說 為什麼那些黃平組織有一些韓國 即是有一些藝人 那些畫家都走去 在隔離牆畫畫 有很多 即是有很多 色色的一些抗議示威 那他們是有很多東西 譬如是試過有一年 就試過發動 歐洲很多人參加的 就說沿著那個六線 沿著原本六七年的六線 他們就組成人鏈 去表達那個六線 即是你要優惠 你要優惠 你要優惠那個六線 那樣就需要幾多 那麽多人組成一個人鏈 歐洲很多人過去 但就給以色列 就全部幾百人不可以入境 即是他們有很多 即是 不時都有很多這樣的活動 那麽就 但是 我們不需要問 不需要問 解不解決問題 什麽時候見我們 都不需要問這個問題 即是當地的人不會再問這個問題 他們只是 做啦 就去做啦 那麽就 再講到生活 除了影響到他們上學 上班啦 探親啦 那麽還有 因為你一起隔離場 其實周邊很多地區都要拆 還有呢 還有一件事呢 在東爺奧薩蘭 是有很多阿拉伯人罪居的地方 即是以色列 是陰陰陰拆了別人家屋的 是很 即是令人很憤怒的 就怎樣拆呢 就盯著那些男人去上班 女人去買菜 小女人去上班 大概十一點兩鐘 就去拆屋的 是很荒謬 我之前肯定沒見過 這麽荒謬的 那拆了這間屋 那些放學回去 放工回來 買完送回來 突然間不見了自己的家屋 只是那些家具 周圍擺 因為我親自去過 因為我在那個hostel 即是說 我說那個大本營 如果你有機會都可以去那個hostel 在old city 舊城裡 叫Fasal Hostel F-A-S-C-I-A-L Fasal Hostel 我聽到他們的消息 我就跟其中一個記者說 因為他們會收到這些消息 那真是人家沒放工 又沒放學 又沒買完送回來 即是拆了一個 即作為那個家庭的女主人 去完買送回來 見到整間屋都沒有哭到 是很緊要的 現在有一個 以色列的一個組織 叫做 幫人建屋 Israelic Committee Against House Demolition 就是反拆屋委員會 也招募 每逢暑假 世界各地很多年輕人的學生 走過去 去教你建屋 原來那裏你建屋很容易 教你就可以了 你就幫人建屋 這樣拆了又建 即是他們專門在東野路撒冷 拆了 立即行動迅速 立即幫你建屋 很快的 好像幾日街都幫你建屋 唯有是這樣的方式 去對抗這些拆屋行動 這些東西 其實在全門都沒有什麼報道 沒有什麼報道 是很影響生活 你都不知道你出門 第一 沒有被人回家 第二 回家都不知見不見自己的家 是很荒謬 所以為何你要去到 你會很明白 你講一下檢查站 或者在東野路撒冷行 你會很明白 巴勒斯坦人的那種憤怒 在哪裏 你已經不要說 他不會說宗教問題 而是 那個人權是受到很大的侵害 還有當然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 以色列是有主導權 因為他們有軍隊 有國家 他隨時做什麼都可以 譬如說 他可以隨時衝入阿拉伯家庭裏 半夜山間 說你有母親子就可以了 喜歡你樣子 但昨晚我和Jimmy談 是否匯豐銀行那裏說什麼 你樣子 你樣子 他就可以投訴你 或者要捉你 報警 他又覺得他樣子 他覺得你樣子 他就走 說你在恐怖分子 對於巴勒斯坦女 是很受暴犯的 因為我在家是私人 比如我穿睡衣 突然走進來 你是威脅到他們的生命 變成就是 他們每天都面對很多的恐懼 死亡 所以他們是 為甚麼是 去到一個很早的絕望 是訴諸於 譬如說人物炸彈那方面 少許補充就是 其實應該 以色列當局 是拘留了數以千屆的巴士行人 而另一方面 我這個不止阿麥地 因為都是 叫做有一世紀初 看回來的資料 就是 以色列本身 還是一個 在法律上 容許 私益迫功的路線 所以你可以想像 整個狀態會是甚麼 還有 以色列對傳媒 亦都合得很緊 他們 世界各地 每一個地方 都會 你寫過 一段仔 他都會知道 他就會開始行動 這樣 我自己也是 受過他們 譬如在以色列的領事館 我寫些甚麼文 他就馬上寫信 譬如我有一段時間 我現在 近些幾年 我寫拉丁美洲 又寫這些 這些 但之前 我又在信部 一大發 他就 一大篇文 反駁之餘 他就會建議 總編輯 就說 叫他們不要低我 那篇文 譬如說 我在編集部的專欄 他就特別派總領事走 你知道總領事 一出外 很厲害的 很多保安 嘩 如臨大敵 走去編集部 原來就是為了 學一個小小的專欄 他會用這些來 譬如說 信部的總編輯 就跟我說 他會覺得 沒有甚麼餵 餵了耳巴 沒有甚麼餵 他說 翠蓉 不如你不要再寫這些 去旅遊 寫旅遊稿 會是這樣 他曾經就是 我會覺得是侵犯了我的 新聞自由 我曾經向新聞組織投訴 他們會覺得 甚麼事幹 他們不知道甚麼事幹 那些封信 我們都很難幫你做些甚麼 那我就開笑這樣說 那些封信 以色列理事本法 如果不是以色列理事本法 是忠言犯法 那客人說不一樣 又會進行 可能香港媒體不習慣 不知道這些 未試過 給別的國家 他們沒有想過 我們香港的新聞自由 除了給中國之外 怎麼給別的 還說到甚麼意思 你打壓 想不到如何去做這些 其實在外國很習慣,他們很懂如何處理這些問題